做這個標數品出來 目的就是要提醒所有香港人 所有來香港旅遊的大陸的旅客 劉曉波先生的遭遇 今天樓下是怎樣繼續被研究 所以首先我都希望 時代廣場的管理公司 可以給你一些人情味 一個月時間讓我們展出這個雕塑 我相信共產黨的力量 是阻止不了這個世界上的聰明人 去幫助大陸人回牆 一隻軟件搞定它 我真的鄭重地說 因為其實在劉曉哥死之前 我翻一翻2008憲章的 各批簽名人呢 大陸人是接最多的 香港有大約一百幾 我都呼籲我百幾個 曾經報名支持劉曉波的香港人 是出來的 因為今年7月13號 就是劉曉波先生 小小的一周年 亦都是他的妻子留下 能不能出國的一個關鍵時刻 我希望是這樣 那我覺得 不過我在這裏有兩句詩是想送給大家的 都是他兩夫婦寫的 第一句就是 第一個就是劉曉波寫給他的遺商 我現在遺商以前的夫人的一封情信裏面說的就是 他是這樣寫的 即使我被剪成粉末 我也用灰盡擁抱你 這一個真是一語呈成 一語呈成 成叉 真是要用灰盡擁抱他 而且那個灰盡還是擁抱不到 倒了下海 我真的在首知 真是警醒所有的人 你現在用灰盡擁抱自己的遺商都不行 是倒了下海 劉曉現在是沒有辦法在家裏有個骨灰盡 或者是去到骨灰盡 自製他的防腐 第二個就是 劉曉寫給劉曉波的骨壽詩 叫做蜂吸曉波 牆壁令你窒息 而你只能是風 而風 從不告訴我 何時愛 何時好 今天真是 一講的時候真是有些風在那裡吹 有語呈 我是不信鬼神 我告訴共產黨聽 我是無神仁者 不過你這麽迷信 你真是信心 那我希望 我再一次呼籲 在香港曾經簽過名 做零八憲章發起的香港市民 可以走出來 我呼籲國際上面 有能力的 這個網絡專家發明一隻願景 就叫做 劉曉波一周年就可以了 希望他能夠幫助大陸的人 翻牆 而一個很可悲的事實就是 其實 有很多女客 她可能都知道共產黨的可悔 但是因為資訊封閉 她真的有很多人 是完全不知道劉曉波先生是哪個 更加不要說劉曉波的遭遇 就這樣說了 我法定的方法 你現在很精采